接下来请收看中家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 要先带你来看 北港朝天宫妈祖 搭乘环岛列车的祈福之旅 抵达基隆永恒文创园区 基隆青安宫与台北朝天宫的妈祖 也前来形成难得的三后巨首 吸引了大批的信众贸雨前来参拜 在先号称公 北港朝天宫妈祖 到达基隆永恒文创园区 蜂拥而至的信众热情迎接 首次举办火车环岛祈福之旅 朝天宫方面 向透过妈祖的慈悲心守护台湾 为全民祈福 希望妈祖的慈悲心 第一可以守住我们的口徒 就是我们首先要先守口业 国民爱听 跟我们的口也有关系 所以我们要先守口业 然后呢 希望妈祖可以度化这些 当然在这里的不一定是道教 不一定是佛教 不一定是基督教 但是呢 台湾宗教的开放 我们希望借着各宗教的力量 以及我们所有的百姓 所有的信众 可以为台湾来努力 基隆千安公基隆妈与台北朝天宫妈祖 也前来与北岗妈形成难得的三后巨首 永恒文创园区总裁陈振峰期盼 在妈祖庇佑下 新冠疫情能早日结束 让国人重回正常生活 成省17天的持新广情这个活动 能够到我们这个永恒 目前这个地点 也刚好来守住口鼻 把疫情能够早日结束 希望天溜台湾 天溜世界 马祖的保佑 也希望明良良力 能够把我们的疫情能够结束 大家能够平安 把这些因子 能够查到西方极乐世界 共同的明良良力 包括基隆市长林又昌 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莲 立法人蔡思印 邱成远 及前市长张通龙 前立法人谢国良等人 都前来参拜 也期盼 马祖保佑全台远离疫情 国人都能平安健康 那特别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远眺基隆港 及基隆语 加持台湾桃 所以为这台西来祝福 为我们所有台湾人民来祈福 希望这个疫情能够早点远离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那马祖加持 保佑全民 我想这份心意 一定可以远传 我们全台湾各个县市 也可以庇佑我们所有台湾人民 幸福健康平安 马祖的住驾代表着 我们大家对马祖的全程信仰 那基隆做一个海洋城市 其实马祖信仰在基隆 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所以包括市长 包括我 还有我们前总市长 还有今天在场的许多的贵宾好友 都来到这里 来向马祖来祈福 首次造访基隆的北岗妈 在永恒文创园区 住驾一天后 随即转往花莲 继续环岛祈福行程 千安宫基隆妈与台北朝廷宫妈祖 及高雄武甲慈隆公慈府王爷 则会继续在永恒园区住驾一个月 在这段期间 永恒方面也会陆续举办 歌载戏及圆满法会 记者张祈腾 基隆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仁安区的中二中三桥 因为封闭改建超过了半年都没有动工 严重影响到附近的交通 金融市议员吕美玲总质询的时候 就要求市政府要盯紧工程 金融市长林游昌说现场虽然没有施工 但是新的桥梁结构已经在工厂施作了 预计11月底要动工 这个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想象 一个这样的封城市 它影响的是民生的问题 就像你中三桥要封起来 大家拜托说是不是把它打开 既然你缺工 既然你现在没有在动 你除了影响交通以外 你过年了人家要卖年份货 你可不可以把它打开 年底金融市有多项的工程施工中 道路风风风 严重影响到民众的生活和通行 我们现在看现在还在封起来的 比较大一点 而且影响生计 或者是影响到 这个民众生活的 就有田径厂 金融的田径厂 从今年的1月底 1月18号开始封 富贵市场 从3月1号开始封楼 中山桥 从5月28号开始封闭 我们的海洋广场 扩大封闭 让非常多的行人 还在中秋节的时候 在9月18号的时候 连续被开了12张的劝导之单 为什么 因为他不知道往哪里走 在7月的时候 海洋广场 扩大封闭 我们真的是一个封城市 最严重的是 市区中二中山桥 连外地的观光客都会迷路 外县市的市民朋友 来到我们这边观光的时候 他会不会在那边绕不出去 结果阻碍了我们的交通 每次都塞在那边 例假日那边一定大塞车 然后呢要累死警察 那你叫警察再去开单好了 又怎么样呢 开单只不过是一个手段 可是最重要的是 你要让交通顺畅 交通顺畅最重要的是什么 除了你要提供他停车位以外的 最重要你要有一个指引 而且这个指引是非常清楚的 让他知道我从高速公路下来以后 我要怎么转怎么走 才能够顺畅 交通的指引应应该要清楚 那如果是这个指引的告示牌 只有像刚刚驴座所秀出来的 就只有在那个施工威力上面 才看得到的话 那我觉得这一点的确是有所不足 那应该是在比较大的一个范围 在比较前面的地方 那人家看到了就可以 这个有替代道路可以去做回转 不要到前面看到的告示牌 才知道这个讯息 然后会找不到路 我想这一点 有这样的状况 我会要求公务处要来改善 呃 呃履座所指示的部分 其实我们内部都有在协调整合 然后也透过交维计划的审查 连区工作 然后仁爱区其实各位异作都非常的关心 然后该说明的部分 我们都进一步说明 只是说比较大范围的改到那些标志指引的部分 我们后面会陆续把它补齐 公务处长进一步说明 中二中三桥 未来会改为钢购桥 目前钢购加工和制造都在工厂进行 预计11月底动工 工期为11个月 最快在明年10月就会完工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111年度的基隆税务阅历 与相隔6年再次印制的税务日历 超级热门哦 周六凌晨4点多就有人排队准备兑换 长长的人龙不但绕了税务大楼一圈 还蔓延到隔壁安乐区的行政大楼 结果1500本的阅历与500本的日历 在三个小时内就全数兑换完毕 创下了历年来的最快纪录 一大早基隆市税务大楼 就出现长长的排队人龙 人潮还一路蔓延到隔壁栋的 安乐区行政大楼 这是111年度基隆税务阅历 与日历的发票兑换活动现场 吸引了数百位民众 不为风雨及低温前来 有民众更是凌晨4点多就来排了 几点过来 4点以前 睡不着 睡不着 为了要拿月曆就对了 所以4点就过来 会不会觉得很冷 很冷 其中这本日历更是相隔6年后 再次印字非常难得 不少民众就指定要兑换日历 老人家 老人家 对对对 老人家比他喜欢 好谢谢 阿嬷 阿嬷 我们早就来了 天气不是很好 雨也没有很大 可是我没有想到今年排队的情形 比往年都还要热烈 非常的长 我刚刚寻了一圈 队伍已经排到顶好那边去了 绕了税务局一大圈 可见 大家可能 我们今年有日历 又多了日历 是不是大家很想要日历 队伍已经排到非常长 然后民众都4点多就来排队 所以真的 我觉得 大家对 基隆市税务局的日历 这么的喜爱 我们也觉得很高兴 结果1500本月历 及500本日历 三个小时就全数兑换完毕 创下历年来最快记录 税务局方面表示 明年不排除增加印字数量 需要让更多市民都有机会 获得精美月历及日历 开心迎接新的一年到来 记者张启腾 基隆报道 基隆市抠气品质逐年改善 PM2.5平均数值 更低于美国的标准 成为台湾西部空气品质 最好的县市 台北市医师工会 就邀请基隆市长林又昌 出席PM2.5 即气候变迁 全国专题论坛 分享基隆防治的经验 气候大变迁 公民您缺席 基隆市长林又昌 与中研院前院长林远哲 等人共同担任开幕嘉宾 为论坛揭开序幕 这项由台北市医师工会 主办的PM2.5 即气候变迁 全国专题论坛 希望透过专家导读及公民讨论 票选出优先关心的议题 及拟定行动方案 牛昌也大方分享 基隆近年来积极改善 成为西部县市空气品质 第一的经验与做法 在市政府的一个努力 跟企业比较下 台电也从山如流 在2018年之后 全面使用低含流量的重油 所以大幅地去改善了污染源 另外从2014年到2018年的时候 我们还请他们做了 锅炉的污染设备的一个改善 还有排放物的一个捕捉 跟降低的一个减排的 一个设施的一个改善 所以说在这几年 然后再加上2019年的时候 一号机组跟二号机组 我们要求它 依照原定的一个期程 来这个除疫 那这个过程 让整个协议发电厂的 排污量从2014年到2020年 减少了80% 身兼台湾健康城市联盟 理事长刘昌也期盼 透过经验分享 邀请更多城市加入减碳行列 其实健康城市联盟 在几任的理事长 努力之下 其实串联的各县市 其实已经有很好的一个基础 那我相信我们各个城市的一种 努力跟经验 可以一起交流 那也减少学习的一个时间 我想这可以发挥更大的一个主意 我们已没有多少时间了 有人说你这么悲观吗 有人说我没有悲观的这个权利 自此结束 牛昌特别留在台下 聆听前中研院院长 也是诺贝尔奖得主 李远哲博士专题演讲 谈气候变迁 李远哲警告 面对地球暖和问题 人类已经没有时间在戳脱 也没有任何悲观的权利 唯有采取行动 才能有效减缓环境的恶化速度 保护我们真爱的地球 记者张琪辰台北报道 同样也是分享 为了要协助高中学生 认识大学生涯 基隆市政府教育处 与全国高中家长大联盟 合办认识大学系列 线上讲座 建筑与设计学群的探讨 特别邀请具有相关专业背景的 基隆市长林悟昌来分享 市长强调 最重要的是 要对设计有兴趣 还要对社会有颗关怀的心 他以自身的经验认为 念建筑或是规划科目的系 来当市长最好 因为有机会可以将理想事件 第一个念景观 或者是建筑规划 都市计划的专业背景 然后当那个市长 基隆市长林悟昌化身奖 是在线上分享 求学过程及学习心得 在第一场邀请具医师背景的 台北市长柯文哲 谈医疗学群后 全国高中家长大联盟 与基隆市政府教育处合办 第二场认识大学系列线上讲座 请来台大陈乡所毕业的林悟昌 透过直播 向学生与家长说明建筑 与设计学群的业界实况 与职业愿景 我们要办这场讲座 来到基隆 一定要请我们基隆的大家长 他们这个讲座 一开始报名 一天就额满了 所以非常受到 高中同学们的需要 刘昌说自己从小兴趣多元 而且很愿意尝试 本来想要当一名兽医 不过因缘际会 走入了城市规划领域 他强调这项产业并没有局限 什么样的学生 最重要的是有兴趣及热情 像我们的十一住行 娱乐每一个地方 其实都有设计的 这个因子在 所以像现在在 我们在推地方创生 或者是像 很多很多的一个部分 不值硬体的一个空间 我觉得都是可以发挥的 那并没有去限定说 什么样子的孩子 然后比较适合去 从事这个设计的一个产业 不过我觉得有一个是重点 就是这个是不是符合你的兴趣 然后你觉得 你可以在那边投入 然后24小时不会累 虽然是身体很累 但是心里面是开心的 那我觉得这基本上就是一个 大家觉得可以去努力的一个方向 接下来又带你来看 知法犯法的案件 两个月前 有一名九岁的男子 到派出锁钱 撒钱 捡起后宣称自己捡到钱 警方就依规定办理 但是一个月后 他又领回时 却发现自己的钱 全部都被领走了 警方展开调查 发现这个承办的侦查者 竟然是利用 实得他人身份证 来冒领7000多元的衣食物 借用第四分局外 跑马登大大写着 检警要钱 监管账户 等诈骗警语 但没想到警局内 既然有远警 利用职务之便 强占他人一失误 9月中旬 一名男子不满被开罚单 久后跑到派出锁 撒了7000多元 随后报案称 自己捡到钱 时隔一个月 男子跑到派出锁 要讨回这笔钱 不料却收到警方公文宣称 遗失误被人领走 由于案情疑点重重 警方立即展开调查 原来当时协助侦办的流行侦查者 利用他人失货的身份证 制作领取遗失误公文 最后7000元还占为己有 身为执法人员 更应劫身至爱 手法守禁 不容其利用职务违法犯禁 全案已报警 台湾基隆地检署指挥侦办 虽然证明侦查者事后坦诚犯刑 并将7000多元还给了原司组 但身为执法人员 利用职务违法乱纪 也让警察形象颜面扫地 记者黄绍铭基隆报导 没问题 我现在立刻发音没有给你 科企带来便利 缴纳地价税看我一直搞定 现在只要使用行动支付业者的APP 转到税单上的QR Code 就能轻松完成 除此之外 还有其他多元缴纳管道 也能让你轻松缴纳 线上缴纳 一纸通 再加搞定 真轻松 我想要月入百万赚大钱 我想要住豪宅开银车 我想要天天上银排包 断断吃高级热力 来 现在签下去 你就是人生赢家啦 醒醒吧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应征勾证实时 要确认证实性 以免求职不成反受害 基隆市政府关心您 维持一个家庭的日常开销 真的很不容易 守护重要的家人 让我们助您一臂之力 基隆市政府协助就业弱势租群 提供各种协助 各区里办公处也定期举办真材活动 帮您找到合适的工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卫福部基隆医院庆祝成立124周年 邀请中央及地方各界的贵宾 共同切蛋糕 表扬院内基优及资深的医护人员 院方也誓言要持续精进软硬体设备 找回基隆医院的百年荣光 就是感谢大家 要不是大家一起 我们在这里群测群力 我们在这里一起走过 我觉得就是反走过的必留下痕迹 这个痕迹有酸甜苦辣 但是我要再次特别提 要不是大家一起在我们中间 我们第一线医疗人员 我们的长官 我们在地的包含我们委员 我们议长议会 还有我们的议员 在这里里长对我们的鞭策 我们没有办法走到这样子 那在三级警戒那段期间 我们全国的部立医院一共收治了 在集中检疫所的部分 收治了1382位确诊病人 全国部立医院 所以我还是再讲一次 虽然我们没有人的收 一当中 双白的确诊病人都是游览车一辆一辆半夜 半夜一辆一辆送往我们中南部部立医院的集中检疫所 所以我觉得非常感谢所有的部立医院 尤其我们基隆医院在我们台湾之北 真正防守住了双北以外 我们最严重的地区就是基隆 EQ是我们的18岁 这减十岁要做兵 以前减十五岁不去做兵 那一段时间没得再没回来 所以有今天人很好奇 我今年九十五岁 所以很有好奇过来这里说话 那也希望说院长你的手来 你有法度有些更好的医生坐回来 身杠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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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才有身杠外国 年轻人还坐回来 你如果没有这些更好的医生 专进 全面不够 常常就去招待把招待 所以不能漏气 希望这些副议長 議員 跟政府合作说 最后我去基隆区 这官员才基隆区 我回来基隆区 比较一项 他就终于要成立 目前来讲我刚刚看到 那个辉瑞在前天 发生出来一个新的口服药 跟这个莫沙东两个公司 出来两个不同的口服药 口服药不能代替疫苗 所以还没有打疫苗人 赶快去打 不要多打 但赶快去打 但是当两个都出来的时候 我相信在明年四月 我们的生活就可以恢复到 跟2019疫情未爆发的时候一样 那个时候我们真正的才可以 免于疫苗 免于这个新冠疫情的恐惧 基隆医院也特别举办院内票选 最受欢迎的医师和基优的护理 以及行政人员表扬等活动 表扬包括中医科主任张淑妹等票选出来 最受欢迎的医生以及机优护理人员和行政人员 由院长林庆峰 副院长陈伟达以及秘书李林美 亲自颁奖表扬 获奖的医护以及行政人员 也接受同事们献花恭贺 场面温馨又热闹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 台大新闻所成立30周年 新闻所举办8场的研讨会 邀请产官学界重量级的代表语谈 中家集团董事长郭冠群 也以产业代表的身份受邀参加 分享在汇流平台下的内容多元与产业政策 以实际经营经验提出对台湾电视产业的发展看法 台大新闻所成立30周年 见证了台湾民主化过程 以及媒体数位化的转变 新闻所以重建新闻巩固民主为主题 举办8场研讨会 邀请产官学界重量级的代表语谈 首场座谈便以汇流平台下的内容多元 与产业政策为题 从实物面向探讨台湾影视平台面临的挑战 寻求未来的方向 新闻业或者是说台湾的传播产业 面临了一个生存上非常关键的一个转型的机会 说真的我们只有请我们现在的新闻业者 这些传播业者 这些专家提供他们第一手现场的观察 还有他们在营运上所思考的事情 可以跟我们的社会共同 各界共同来分享跟讨论 我们未来训练的学生他要到产业界去 所以产业界如果不好 其实我们再怎么样训练学生 都是很可惜的事情 所以产业一定要好 这样台湾整个社会才会好 中家集团除了赞助举办研讨会之外 董事长郭冠群也受邀出席语谈 除了以国际化的观点来看台湾媒体产业发展 也从有线电视在地经营的角度 分享中家集团如何提供多元内容 扎根台湾这片土地 我觉得产业竞争力和内容的出发点都是以消费者的权益 跟提供最好的产品为出发点 那我们这个绝对在这个基本的建设 Broadband CATV 我们都会加强 我们都会投资 地方的内容 自治新闻 所以说我们在地区的服务 是不可能被什么OTT 不可能被什么来取代的 那更进一步来就是把CATV的内容加强 让消费者想到各好的产品 哈喽我们是是媒体 中家集团除了与台大政大等大专院校传播系所合作 每年更投入数千万元回馈公益 以行动力挺媒体素养推广教育 更投入资源打造媒体素养知识网络平台是媒体 整合各方资源 让媒体知识融入民众生活 实践企业的社会责任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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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